特別是臨時蒙律師在他的狀子裡面一再強調 這樣的一個規定是建議的性質訓示的規定 不真正義務 黃國昌委員在上一次我們為暫時除溫而行準備程序時 也說了一句 總統不來好像也不能怎麼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請問雙方有沒有和解的可能 也就是麻煩立法院自己去把這一條刪掉 但是也請總統履行他的承諾也好 義務也好 到立法院去做他該做的報告 這是我的建議 當然如果不能的話 那我們先把法令必義介入 可是雙方又一直叫我們不要介入 卻又是這麼樣的激烈爭執 是不是也請雙方啊 稍微冷靜一下 所以你承認總統有行使那個立法委員 執行法的職權 我不是講說總統有行使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職權 而是我是說總統是依照憲法徵修條文的這個提名權 所以他不是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來行使他的提名權 請容我再天真也好 好意也好 提出來 有沒有可能 依據林時門律師的陳述 那幾個規定是 重量不是無意義 頂多也是宣誓性 何必立法院自己立出一個不具拘束力 要針對總統發生下來 卻說不具拘束力 這個規定有何一意義 可以自己刪除嗎 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當中 如果去界定了有關於總統到立法院來報告 這樣子的義務 而總統沒有遵行沒有法律效果的話 他所會造成的外部觀感是什麼 外部觀感就正是在民主社會當中 我們基於民主的原則 以及人民做主的原則 交由人民做最後的裁判 而且我們必須要再度強調的是 總統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這不是這一次立法院職勤法 職權行使法修正以後才增設的 他本來就在我們的憲法徵修條文當中 於立法院的權限下面所做的明文規定 而在修正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也有相應進一步的規定 在修正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十五條之二的規定 他清楚的說了 不管是立法院邀請總統來 或者是總統他自己主動想要來 都必須要得到立法院的同意以後 才能夠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從修正前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範 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 最後總統是不是能夠到立法院來進行國情報告 最後決定權的機關 是掌握在立法院手上 而不是在總統手上 我必須要再強調 我剛剛所講的條文 不是這一次修正以後的條文 而是修正以前的條文 他本來就這樣規定 至於說影響外界觀感 可能大家比這次的修法更重要的事情是 一個在選舉的期間 向全民表示自己有義務 到國會進行國情報告的總統 在選舉以後突然做相反的陳述 這恐怕才是真正影響人民觀感 最重要的關鍵 以上謝謝 好 接著曾道官 我就幾個問題分別請教幾位 第一個就 第15條之以下的總統到立法院的報告 特別是臨時蒙律師在他的狀子裡面一再強調 這樣的一個規定是建議的性質 訊勢的規定 不真正義務 黃國昌委員在上一次 我們為暫時儲問而行準備程序時 也說了一句 總統不來好像也不能怎麼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請問雙方有沒有和解的可能 也就是麻煩立法院自己去把這一條刪掉 但是也請總統履行他的承諾也好 義務也好 到立法院去做他該做的報告 這是我的建議 當然如果不能的話 那我們先把法律必須介入 可是雙方又一直叫我們不要介入 卻又是這麼樣的激烈爭執 是不是也請雙方稍微冷靜一下 因為你立法院定義一個 訓事規定建議性質不真正義務 我連結剛才蔡大法官所講 這有意義嗎 對自己職權行使法 第一個訓事規定 這務寧恐怕也是立法院好好要生死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立法院的這個本意 第一個有我們憲法真正條的依據 第二個也可以促請總統 對立法院為適當的尊重 歷史很良好 何必訴諸法律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關於人事同意權的部分 剛才 似乎是翁委員有說 到目前沒有實力 可是似乎是眾所周知的 總統已經提了考試委員 行政院也提了幾次NCC委員 這個是不是總統在行使職權 或者是行政院長在行使職權時候 所碰到的問題 這可能也麻煩請翁委員 您來說明 再來呢 我就要請教張文貞張教授 因為您對 系政法案到底有沒有 立法程序之瑕疵 您認為要採嚴格標準 可是剛才 黃教授說寬鬆標準 因為您是先發揚 我不曉得您對黃教授所稱的寬鬆標準 有沒有什麼回應 第二個請林佳和教授您說 當然您也指出 系政法案有立法上的瑕疵 可是請問您能不能說 系政法案有什麼 一望極之的重大瑕疵 這個也請林教授在座回答 還有我可不可以麻煩 吳委員您回答 剛才董教授說 系政法案有三條違憲 對不起董教授 我聽到是三條 但是你的powerpoint我仔細看 因為你也是今天提出來 我仔細看 你好像只舉了兩條 但其中就有一條是 跟早上的議題有關的 總統的職權的 不是總統職權 怎麼解讀 就是第十五條 執事的第二項 董教授您認為 第一 系政規定 明定總統 應於七字內順便答覆 董教授您認為 這是違憲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是對於 對於那個 質詢時候 引力資訊 必須受處罰 董教授也認為是違憲 請吳委員 對董教授的這兩個違憲條文的意見 麻煩您和以上 您的第一個問題是請誰回應 我們的相關機關立法院 好 那個大法 院長以及各位大法官 然後謝謝詹大法官的提問 我想應該快速的說明 就是呢 其實 既然憲法深修條文第四條已經規定了 立法院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報告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因為憲法已經明確地將這件事情賦予給相關的政治部門處理 這個時候司法權就不應該介入 所以其實詹老師的問題很簡單 這件事情大法官不介入 讓兩個政治機關自己去處理就好了 那實際上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五條之四 就寫得很清楚 這個其實呢 如何報告 報告之後如何答詢呢 雙方是透過黨團協商 到底幾個人可以問 是不是要政黨比例要怎麼回答 都是要透過黨團協商來確定的 所以到底總統要怎麼樣的報告 怎麼樣的答詢 這是一個要經過雙方磋商以後形成的義務 所以這個目前來講 實際上它是一個爭議 根本還沒有形成的狀況是pre-mature 至於說呢 詹大法官提到說 董老師認為有三條違憲 第一個是十五條之四的 第二項七日內答覆 我們認為這個沒有違憲的問題 因為我想對任何機關的 本來都有公文處理上的時間規定 所以有一個七日的規定 我想不構成違憲 至於隱匿資訊 我想各位大法官也非常清楚 在我國的法規上 對於隱匿資訊 這個本來就會有相關的處罰的規範 那就算以董老師的立場 他也不是認為當然違憲 他是認為說可以做核目的性的解釋 做目的性限縮 在無正當理由隱匿資訊的時候 還是可以處罰的 我以上說明再交給其他的委員接手 有關於剛剛大法官徹詢 總統行使人事同意權 譬如說提名考委 或是大法官的人事案 那事實上總統是依照憲法的規定 在行使提名權 好 那麼他行使提名權之後 那當然就是對於要交的這些資料的話 是依照這個現在是在明定 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 可是之前其實在沒有明定 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 立法院長久以來的人事審查作業程序 就總統被送交的被提名人的相關被審資料 本來就涵蓋了我們現在法律裡面 也明文規定的這些事項 所以呢就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我們是更重視 人事審查的正當法律程序 和被提名人的權益保障 並沒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那麼所以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並沒有影響到 總統的人事提名權 因為他是依憲法所規定的提名權 那麼事實上也沒有一個法律是在談 那是總統的提名權 所以你承認總統有行使 那個立法院執行法的職權 不 我不是講說總統有行使立法院執行使法的職權 而是我是說總統是依照憲法徵修條文的這個提名權 所以他不是依據立法院執行使法來行使他的提名權 好 那個底下就請 好 那個 等一下那個吳委員可以針對張大法官最後一個問題回應 那我們現在先 第一個問題你們要繼續 你們還有一分半 對 真的第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跳到 就由張文正教授來回應 引力資訊的部分 我想說其實在其他法規中也有相關的規定 像譬如說我們助產條例第16條也有 然後剛剛有提到的就是 董老師他所提到有關口頭的部分不違憲 但是書面的部分 那我想這部分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當然我是尊重董老師的想法 但是在我們的立場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我們不接受說 書面的部分有違憲的問題 這至少是我們 我們經過討論之後的結論 我想我在這邊再更完整的回答 這個三大法官的問題 就是總統他是依照機關內部的提名作業程序 來提名候選人 當總統完成提名之後呢 他才會簡送被提名名人的名單 和審查所需要的相關資料送到立法院審議 那麼就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立法院所規定的這個必須要被審的這些資料 那麼事實上 那麼只是說 將過去的內部的人事作業程序讓他法制化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總統他其實是依照憲法來行使提名權 那整個提名的作業程序 也是依照總統府自己內部的相關作業程序來辦理 以上謝謝 好 我們接著請那個張文貞教授 對不起 我還有22秒我再補充一下 好 抱歉 我想在那個關於隱匿資訊的部分 我國最新的法律針對隱匿資安事件 是可以處罰500萬元的 好 所以針對隱匿資訊去做處罰 並不是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 為了要去修辱 或者是去這個對官員去做特別的規範 我們在這邊補充 謝謝 好 再補充一句 還有政府的公開法 好 那個張文貞教授 那個 回答那個詹大法官的吹詢 那我剛剛之所以提到說 戲政規範的程序 要用比較嚴格的審查標準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想剛剛在整個庭上的發言 其實不管是哪一方 都非常清楚的提到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這個徵修訂 直接影響了憲法上 對憲法機關的組織跟它的權利 所以它是非常典型的 所謂準憲法的法律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定位之上 那從我國過去視線幾次的相關的解釋 那都要求比較嚴格的這樣的一個審查標準 那也就是這個剛剛很清楚的講到的 在《市字499》解釋裡頭 在讀會臨時這個改采不記名的這樣的表決方式 是嚴重違反責任政治跟民意政治的原理 那它就不應該發生這個程序所生的規範的那樣的一個效力 那我想是以上這樣釐清 所以事實上跟剛剛另外鑑定人的主張並沒有相反 我想我國的這個明顯重大的程序瑕疵的憲法解釋是清楚的 那現在是細諸於軍庭對系徵規範的定位以及它該遵守的程序 那是在我們以前的憲法解釋的哪一個標準之上來要求 以上 那個我想再打個差 那個黃教授他的意思反而是認為說 這個系徵規定是涉及到憲政機關跟憲政機關之間的關係 所以反而是應該希望憲法法庭是從寬審查那個程序 而這一點就是剛好是跟那個張教授不一樣 我想詹大法官是希望釐清就是說雙方的意見不一樣 那看看有什麼樣的一些火花 對不起 也請問博文 或許我沒有解釋 黃教授特別比較 這幾號解釋 那他也特別提出說您所稱的或者是應該採嚴格標準的 是屬於憲法層次的立法 可是我們這一件應該不是憲法層次的修法 所以黃教授認為沒有採取嚴格標準的必要 應該是寬寬標準 也謝謝審判長的補充了 麻煩您謝謝 謝謝 所以謝謝審判長跟詹大法官再次提問 我想 我以為我剛剛講得很清楚 就是本屆雖然是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形式上來看它是法律 不過實質上它並不是跟譬如說一般的管制性的法律 同等的法律 不是交通財閥等等這樣的法律 這個法律是具有準憲法位階的法律 這個法律直接改變了憲法機關之間的權限 對於這樣一個準憲法定位的法律 來加以解釋 這是我的意思 那至於剛剛審判長在問的是說 對於憲法機關在它的規範的行程上的程序瑕疵 為什麼反而用比較嚴格的程序 那這個就要回到我們的試字這個499號解釋 跟更早的試字418號解釋 那過去的大法官事實上 確實是在憲法規範的行程跟變更上 對採取比較嚴格的這個程序的瑕疵的判斷 那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台灣在我們目前憲法的修憲困難的情況底下 以及在經過我們幾次的這個憲法的修改 許多憲法機關之間的憲法規範是比較變動的 是抽象的 是不確定的 所以任何法律或修憲要變更這些相關的權利關係的時候 要慎重為之 那尤其是在責任政治跟民意政治的要求之上 那所以之所以這樣子 事實上是因為我國原來的憲法解釋而來 所以對於變更憲法規範的程序要做嚴格的標準 以上希望有回應到審判長跟詹大法官的問題 主席 主席 剛剛這個詹大法官有提到這個董寶辰 關係專家學者 我可不可以發言 這個是要由審判長來指揮的 我並沒有所謂的call in你 我只是引用您的意見來對 我們立法院這一方來請求回應而已 但是我並沒有call in你 我也沒有麻煩您再做陳述 所以到底是不是讓 麻煩請審判長 等一下可能會有機會 會有機會請他大法官會提問 我們接著就是請林家和教授 謝謝詹大法官的問題 如果在程序上我們區分為委員會黨團院會跟表決 這四個階段來看 因為在黨團立法院職員行使法對於黨團相對來講是比較模糊 而最後的要不要這個所謂的記名表決 剛剛兩邊的討論也非常多 所以關於到底明顯重大瑕疵一望即之 我就只針對委員會跟院會兩個來作為例子 那麼委員會根據立法院職員行使法第九條第二項必須進行逐條討論程序 換言之目的在於就議案內容 別忘了是立法的問題 不是其他相對的例如跟執詢或例如其他政策或立法院本身的意志的那個決議 而是直接針對法律案的這個問題 這個規定在113年4月15、18、22、25、5月6號、8號、六次都沒有進行逐條討論 而是多數黨團直接提出散會動議 那麼在更重要的院會 那麼在德國國會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討論 就是這麼嚴格的嚴格審查的立法程序 原則上只適用在院會 的問題 但是一、實務上的運作跟發展也會適用委員會 如果是更嚴格的院會 在今年5月17、21、24、28院會 根據立法院職員行使法第九條第三項前段 第二讀會要就審查意見或原案要旨 先做廣泛討論 接下來要再做逐條討論 在我剛剛列的那四天的院會 都在一位少數黨委員發言後 多數黨就直接停止討論動議 並舉手表決通過 沒有真正的廣泛討論 如果一位勉強可以算的話 仍然不是真正的廣泛討論 更沒有逐條討論 這是我個人觀察中 所謂一望極之的明顯重要瑕疵 好 接著那個吳委員 針對最後一個問題你是前吳委員 針對我第一個問題 請容我再天真也好 好意也好 提出來 有沒有可能 依據林時門律師的陳述 那幾個規定是 重量不是無意義 頂多也是宣誓性 何必 立法院自己立出一個不具拘束力 要針對總統發生效 卻說不具拘束力 這個規定有何意義 可以自己刪除嗎 也麻煩秘書長 潘秘書長或是孫教授 雙方都用一分鐘的時間 來 彼此回應 以上 謝謝 送完都再給兩分鐘好了 針對那個詹大法官的問題 是不是先請 那個立法院這邊 那個回應兩分鐘 謝謝大法官的錘詢 那麼總統來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那麼事實上到底他如果不來 我們有沒有什麼協商的機制 事實上當然還是有協商機制 這個其實立法院跟總統府之間 本來就是應該要有一些溝通的管道 那以這次的本案來說 其實法律修正通過之後 我們也沒有看到總統府 有來含有來 立法院說 這個事情 看看未來要怎麼樣的 能夠比較smooth的去解決 那對於立法院來說 其實十五條之一的這些規定呢 更重要是在於規範立法院 自己內部 未來我們要邀請總統 來進行國情報告的一些程序的規定 因為在過去的例子裡面 其實總統幾次想要來國情報告 只不過都被立法院否決 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建立一個常態化的機制 那麼至於就是說 總統他如果真的不來 那我們會怎麼樣 我們也不會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基於憲法機關的尊重 相互的忠誠 所以這條規定 並不是說是沒有意義 它規定在那裡 更重要的目的也是 就是希望能夠讓自己的立法院 立法委員們 那麼未來要讓總統國際報告常態化 然後可以有一個 比較清楚的程序系的規定 來予以規範 謝謝